新年夜晚烟花四起 供电设备不甘寂寞来添乱 包大口筒响一声挺大响的 包完炸了就没电了 男子车厢内酗酒 深夜抽烟放歌 滋扰其他旅客 民警依法查处 五日拘留相送 三闺蜜新年上山 寻找山带王 看完小虎看大虎 惊喜连连 老虎老虎 这个真的是老虎 大老虎 我的天哪 我的第一报道 您的第一选择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欢迎收看今晚的节目 我是东妹 各位好 我是朱俊 要说这个时间过得真快 元旦三天小长假 基本这余额已经是归零了 我相信这个时间 大多数人已经到家 要准备明天迎来新年的第一个工作日了 当然了还有很多人可能还在归家的路途当中 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 那么目前的长春高速的通行情况怎么样 马上连线正在长春高速难受废口的记者 小爽了解一下 你好小爽 好的主持人 我在现场正在直播 那今天是元旦小长假的 这个接近尾声的一个状态了 那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我们这个回家的路途是否顺畅 为了让大家更直观 记者现在来到的位置 就是我们长春分局的这个交通指挥中心 也是我们长春高速公路的这个东收费站口的附近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大平了解一下 此时段我们长春这个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 那目前来看呢 各收费站口的这个通行情况呢 还是比较顺畅的一个状态 那在五点钟左右的时候呢 记者来到我们这个交通指挥中心的时候 看到大平啊 就是我们这个长春的这个北收费站口 也就是亚太大街那个收费站口 进程的车流呢稍显集中一些 但是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 大家依次通过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儿要特别提醒一下 我们广大的驾驶员朋友 就是我们这个龙家机场这个站外的这个广场出口处 大家可以看到有车辆依然在我们这个进停的位置来停车 在这儿要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 如果说接机或者是等候的情况下呢 大家急停急走可以 但是这里呢是不允许停车的 并且在地面上大家也可以看到 抓拍停 这个停止这样的一个标志 大家都可以看到 所以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 还是要注意一下的 那目前来看的通行情况还是比较良好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问一下我们长春分局交管大队的这个副大队长刘瑶 那刘大队给我们介绍一下 今天是这个元旦的最后一天了 那返程情况从今早开始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好的主持人啊 从今天早上10点钟开始 咱们长春周边各头高速公路这个出口量有一个明显赛扬的态势 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通过深厚大屏幕看到咱们整个长春周边各头高速公路 是处于一个平衡有序的这样一个态势 那么咱们高速公路长春分局啊也是这个启动高等级勤务 那么呢这个定人定时定稿定标定责 这样的五定工作法来最大限度的服务百姓出行 保证咱们高速公路通行顺畅 好的谢谢刘大队的介绍哈 那在这里呢也对我们所有工作在一线 为我们保驾护航的所有的交警同志们说一声辛苦了 那同时也对我们广大的驾驶员朋友说一声哈 这个道路非常顺畅 但是大家呢要看好路线图找准回家路 系好安全带哈 保证回家的安全 那以上呢就是记者小爽 设向任广言在我们长春分局的交通主义中心 为大家发回的现场报道了 主持人 好的感谢小爽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整体来说高速的通行情况还是可以的 不错的 所以说也提醒还在路上的驾驶员朋友 晚上开车这个视线能见度比较低 所以要提醒大家千万别着急哈 毕竟安全驾驶是第一位 虽然今天是元旦假期的最后一天 明天可能开始正常的工作 有一些失落 不过很多人还是应该充满了新的期待 没错 因为春节假期即将临近了 而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 春运火车票也在今天正式开售了 大家可以通过12306的铁路官网 和12306的手机客户端 以及拨打订票电话9510 5105等方式购买车票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长春站的售票大厅 2022年春运将从1月17号到2月25号结束 共计40天 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的安排 2022年春运首日火车票从今天正式开售 铁路部门表示 根据以往的出行规律 春节前三天的火车票最为抢手 今年没有大年三十二 除夕为蓝月29 即1月31号 根据火车票15天预售期的安排 1月15号可以购买1月29号的火车票 1月16号可以购买1月30号的火车票 1月17号也就是春运首日 可以购买1月31号除夕当日的火车票 根据放假安排 今年春节假期为1月31号至2月6号 共7天 旅客在1月23号可以购买2月6号的返程火车票 2月11号可以购买2月25号春运最后一天的火车票 我老家家门市的 我又买2月26号回去过年 好几年没回去 回家看看 就是早点买车票 完了怕买不着车票回落家 为适应疫情防控条件下的旅客出行规律 铁路部门改进售票和退改签服务措施 延长12306网站售票服务时间 由每日5点至23点30分 调整为5点至次凌晨1点 每周二除外 提供24小时互联网退票服务 退票截止时间由乘车站开车前25分钟 延长至开车前 新增12306客户端免登陆退票渠道 为旅客提供乘车临时电子身份证明 那从今天起 这个春节回家买票就已经提上日程了 咱们订好时间 网上票及时抢 那线下买票呢 也要做好个人防护 我们再来换话题 昨天晚上的一段一次路灯燃烧爆炸的事 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 事发地点呢 就是在长春 到底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核实 据网友介绍 昨天下午4点55分 他正站在窗前 突然发现窗外火光冲天 接着就听到了爆炸声 今天上午 记者来到了长春市开运街 与南湖大陆交汇处 经过仔细地寻找 并没有发现破损的路灯 随后记者从在附近做生意的 陈先生那里得知 发生问题的不是路灯 而是供电设备 就于陈先生的介绍 发生爆炸之后 附近多个小区都停了电 他也在第一时间 同供电部门取得了联系 据陈先生介绍 昨天晚上陆续来了 四五台维修车 和十多名维修工人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维修 烧毁的设备被重新更换了 附近区域也恢复了正常供电 同时陈先生也表示 事故发生的时候 并没有出现人员和车辆损伤 这个意外来得很突然 但是维修速度挺快的 年底了水电器都是民生保障 线路检修也得跟得上 这种意外咱们还是希望 没发生的好 下面这个事发生在北京 到加木斯的快339次列车上面 有一名男子深夜在卧布车厢内 不仅喝酒抽烟 还大声的播放音乐 这一行我们不仅打扰了乘客 还打扰了铁路安 在街道车上乘警转警后 公主领车站派出所民警 立即赶到站内 交接该民涉嫌滋饶旅客男子 直到移交完成 汪某竟还在抽烟 在多次警告后 该民男子汪某仍旧无动于衷 江汪某传换至派出所过程中 民警发现其依然处于醉酒状态 随即江汪某约束至酒醒 再对其进行询问 同时现场民警也通过查看 直层乘警的执法记录仪 固定其违法证据 经回放列车乘警的视频监控录像 我们发现乘警到场之后 该民旅客仍然吸烟 乘警警告无效后 移交到我们车站派出所 出去拿来吃啥 厌 别人咋的 来 出去 上门搜 搜 搜 金民警调查发现 汪某除在车内酗酒吸烟外 还在车厢内放歌 多次大声喧哗 严重影响周围旅客 酒醒后对他进行询问 该名男子说 在列车上心情不好 然后就喝白酒 酒后神志不清了 醉酒状态 然后抽了很多盐 在卧铺车厢内 酒醒后的汪某承认了其 酒后扰乱公共交通工具上的 秩序的违法行为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 民警也对其处以 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这档车坐得好啊 直接到站拘留所 希望他在里边 能够好好的面壁思过一下 要说下面这边 这胆更大了 连票都没有 就开车上路了 结果就俩字拿下 事情发生在元旦前的一天晚上 吉林省公安厅机场公安局交警支队指挥中心 接到系统预警提示 一辆福特野马轿车存在逾期未年减的违法行为 接到处置指令后 民警在长春龙家国际机场停车场内 拦截到该车辆 并对驾驶员进行检查 发现驾驶人不能提供驾驶证 也不能提供有效的驾驶证信息 之后呢 我们民警通过这个人脸识别技术 确认了他的身份信息 经常呢 他是无证驾驶 而且发现该驾驶员呢 是未成年人 经询问 车主刘某即将抵达长春 为了方便 他便自己将车钥匙提前交给了17周岁的江某 让江某开车来机场接机 结果还没接上人 就让交警抓了个正招 交给未取得机动车驾驶人的这个人呢 首先他不会熟练掌握驾驶技巧 其次呢 因为他未成年人 驾驶机动车过程中 如果发现突发状况 他的应急处置能力比较薄弱 容易造成比较严重的交通事故和交通隐患 随后民警将江某带到交警队进行进一步处理 对他这个无证驾驶的行为呢 处理了罚款2000元的处罚 并要求他这个父母 严调看管 并对呢 将车辆交给他的这个车主呢 也进行了2000元的处罚 我们跟大家伙科普一下啊 这种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 我们叫他无证驾驶 但是呢 把自己的车交由无证的驾驶员驾驶也是违法的 这种行为简称叫做交非驾驶 不仅呢 驾驶员要接受处罚 把车交给驾驶员的那个人也要受到处罚 其实啊 处罚是小 安全是大 没有驾驶证啊 咱们一定不能开车了 我们再接着往下看新闻 说到元旦小长假期间呢 有人会选择外出旅游啊 那有人会选择回家陪伴老人 浑春呢 有三名女子来了一个不一般的行程 上山找老虎 昨天呢 他们就在浑春市的三道高村附近 发现了一只野生东北虎 而且还是一只虎头虎脑的虎宝宝 而在今天三个姐妹又来到了同一个地点 别说啊 老虎还真来了 而这一次呢 可不是虎宝宝 而是虎妈妈现身了 跑呢 跑呢 小老虎 小老虎 真的是小老虎 近期时候我们还是说 这个地方有老虎 咱们能不能看到啊 就老远就在那路上 它有一个小老虎 然后看车来了之后呢 它就直接往山上蹦 我们仨就跑到老西岸了 肉虎的 先跑了几步之后 然后它还停去了 特别调皮地回头瞅瞅我们 后来就走了 今年第一天 我们也得特别兴奋 据猪女士介绍 当天她与朋友闲着没事 就想出去转转 也想亲身目睹一下 那英姿萨少的森林之王 结果遇到了一只小老虎 虽然小老虎也很可爱 但毕竟还不如大老虎威风 昨天好多人就评论说的那个 有小老虎指定大老虎也在身边了 我说你们不拍了后续啥的 我说这是谁敢去拍后续呀 不过啊 这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昨天下午 猪女士与朋友两个人 还真来了一个故地重游 结果收到了东北虎的亲自接待 老虎 快快快 老虎老虎 这个真的是老虎 大老虎 我的天哪 真的大老虎 我的妈呀 好激动啊 老虎它不怕人 那个当时我估计是 因为它应该是探经过车 因为那个地方老出老虎嘛 老出现老虎 然后它没怕我俩 老虎见车过来之后 就起身走向了路边的树林中 并趴在树丛中 它们隔着车窗看了好一阵 昨天他家 他家孩子回去告诉找咱俩嘛 哎呦我的妈呀 今天来了 你真的拍到他妈了 我真的拍到妈妈了 哎呦我的妈 他们还说是你们今天 又要去拍个后续 真的拍到后续了 我帅了 我们走了 走了拜拜 拜拜大老虎 最后猪女士与朋友 恋恋不舍地驾车离开了 至于大家都关心的小虎仔 和成年东北虎到底是啥关系 这个问题还有待专家 做出最终的判断 虽然这老虎看着挺可爱的 那毕竟是大型猛兽嘛 这几个人的做法并不可取 咱不能为了满足好奇心 就选择铤而走险 确实啊 这山代网客不是好惹的 这绝对不仅仅是危险隐患 那么简单 这是在拿生命开玩笑 那面对最近频繁 有虎出没的浑春市 为了确保人虎两平安 浑春森林公安 也紧急发出了安全提示 为防止虎豹伤人事件发生 浑春森林公安分局 组织警力开展警示 和防范避险意识宣传 提醒广大群众 谨慎通过虎豹经常出没的路段 如果发现受伤 或误入居民生活区的野生动物 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 并及时拨打报警电话 等待专业人员前来 冬天到来是野生动物 活动比较频繁的一个季节 希望广大人民群众 不要到野生动物 活动频繁的区域 去户外活动 这样会存在一定的风险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前段时间 我栏目报道了 长春市168路公交车驾驶员 在实习期内驾驶公交车 与长春市民李女士的车 发生了交通事故 如今这件事情有了新的进展 我们来看记者的追踪报道 2021年是2月19号下午 李女士与父亲出行途中 与长春市168路公交车 发生了刮蹭 双方在报警处理交通事故过程中 李女士发现公交车司机的驾驶证 竟然还是实习期 交警同志帮我们出示的那个驾驶证 电子版的驾驶证上面提示 这个驾驶员是属于实习期 这个有疑义的就是你实习期正常是不应该开公交车的 你本身实习期你开公交车 对整个车上的人身安全都是有危害的 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22条规定 机动车驾驶人在实习期内 不得驾驶公共汽车 营运客车等机动车 随后李女士也将自己的遭遇 投诉到了长春市交通运输管理不满 前几天李女士联系到了记者 表示此事已经有了处理结果 那解决了 就是他那个公交集团给他处理了 进行处罚了 然后好像是说那个意思不让他营运了 不怎么回事 然后公交公司CMAR也给我们修复汽车了 相当于双方和解了 修车费用是800块钱 他们走的保险 记者也通过长春市交通运输管理不满 对此事进行了核实 长春市168路公交车队确实已对此事做出了处理 并且表示会加强管理 杜绝此类事情发生 我一天之后就给行程车了 车号前面租到头 就是当时处理事故 就是这个事故的时候 我们就给他开除了 以后我们这个公交驾驶员 也得那个安全 得把在第一位 我要注意这个 十一提 不要他们上车了 法拍房一直是近几年大家热议的话题 随着成交数量逐年上升 法拍房出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了 对此吉林省消费者协会提醒大家 简陋需谨慎 选过法拍房 要注意 必坑 法拍房是指法院强制执行拍卖的房屋 这样的房子多是以低廉的价格 成为消费者简陋的目标 有些时候 我们也会遇到有些中介或者个人 在朋友圈发布低价处理法拍房的信息 消息提示 遇到这样的信息 需要警惕 不法中介 打着法拍房的名义 讲一些问题房进行出售 就是主要是以价格低的这种噱头来吸引消费者来购买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消费者往往是吃了哑巴亏 然后甚至有的这种就是纠纷不断 然后解决不清 除了警惕朋友圈骗局 购房者还需要注意 不要因为购房亲切而忽视了房子的背景信息调查 它的产权到底归谁所有 你能不能过户 那么你所在的城市是否有限购等要求 你是否具备这种就是购买房产的一个资格 这些都是一个就是需要消费者认真考量的这种因素 除了法拍房的真假需要小心甄别 消协部门表示 在通过法院或有资质的拍卖机构等正规渠道竞拍房源之前 也要考虑拍卖房屋的后续费用的问题 消费者还心里还应该有数 那么就是说房屋的一些交易税 那么都是要由买方承担的 另外呢 房屋的这种 在这个期间所欠的这个物业费啊 水电费啊 这也可能是一部分资金的这个来源 那么消费者心里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近日长春市公安局 弃开分局成功打掉了一个公安部都办跨省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 招获犯罪嫌疑人24名 涉案金额8000多万元 2021年9月末 长春市公安局期开分局 通过对断卡线索研判发现 长春市人江某名下银行卡资金流水出现异常 通过我们查询这个江姓男子 发现呢 他这个资金流呢 就比较大 大概这个在两三天的时间呢 有二三百万的进出款 调查中民警发现 与江某同行多次 且银行卡资金异常的可疑人员共有17名 初步判定该团伙有和境外人员勾结洗钱的嫌疑 我们进行深度研判呢 发现这个江姓男子呢 在咱们四川成都市这个有这个信息 直接就是青城作案组去赶赴成都 进行这个抓捕 到达成都后民警发现 该团伙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 给抓捕带来了一定难度 第一呢 他们那个电话呢 都是担心联系 第二个呢 就是他们那个出入门啊 都不用那个微信 都是用信金 就是消费什么的 然后还有就是他们那个 作案地点呢 都是采用那个商务车流动式的 就是让你就是时刻模糊不定 而且这个商务车呢 也不是说这个自己家的失明的车 都是在租赁行啊 或者在其他地方租借的车 经过侦查 警方确定了嫌疑人窝点位置 并立即实施了抓捕 成功抓捕了长春市 以及成都市两处窝点 犯罪嫌疑人17人 成功的也是收取了这个 这个银行卡200余张 手机30余部 他这个涉案自己流呢 就是8000多万 经审讯 犯罪嫌疑人交代了 其组织团伙 开办贩卖银行卡的犯罪事实 同时公诉其收买银行卡的上限 为犯罪嫌疑人张某发 2021年10月初 专案组再次前往四川省成都市 一举打掉了 以张某发为首的洗钱窝点 抓获犯罪嫌疑人7名 目前该团伙24名犯罪嫌疑人 均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为了钱财 有人是电信诈骗 也有人是对野生动物下了多手 不过不管是用何种方式 都是罚网恢恢疏 说而不漏 浑春是一名男子 就因为猎杀使用野生梅花鹿 被判了7年 近日 浑春邻居基层法院召开了 危害珍贵并威野生动物系列 案件的新闻发布会 在发布会上 发言人对2021年 该院所审理的多起 危害珍贵并威野生动物案件的 检要案情及裁判结果 进行了详解 据介上 该案的被告人刘某某被抓获后 随即提供了被告人王某某的犯罪线索 后经查证后 该线索属实 法院审理认为 刘某某有重大立功表现 可依法从轻处罚 同时 停宗过程中 也对浑春邻居人民检察院提起的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进行了一并审理 被告人刘俊风 赔偿国家生态环境功能 永远性损害的损失费 人民币9万元 上脚国库 扣押在案的8.45千克 梅花鹿肉 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置 不合格的食品下架了 不合规的教育机构 也被长春市宽城区教育局 近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教育局 注销了办学许可证 而且涉及多所校外培训机构 根据国家级长春市教育局 关于民办学校相关管理条例的规定 长春市宽城区教育局发布公告 决定你注销14所 无实际招生办学行为的 或连续两年未参加年检的 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许可证 即提交终止办学申请的 校外培训机构 近月高新区教育局 你对辖区内的19所 无实际招生办学行为的 或连续两年未参加年检的 校外培训机构 即提交终止办学申请的 校外培训机构 办学许可证予以注销 根据公告要求 自公告下发之日起 你注销即正在办理 注销办学许可的校外培训机构 不得再以原命意开展活动 并于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所在辖区教育局 办理相关注销手续 并上缴办学许可证印章 如未按规定时间 办理注销手续的 原办学许可证和印章 自动作废 就是现在不允许他有 再收费再培训的行为了 可以及时向我们举报 下面进入我们的 今日热搜板块 说前几天 在天津某火锅店内 一个男子 疑似用餐的时候打喷嚏 没有五口鼻 与其他食客 发生争执引发热议 而据店家说 当天确实有这件事情发生了 男子打扰了餐厅秩序 报警之后自行离去了 警方也已经备案了 您能捂着嘴打扑你吗 先生 不可以 不可以是吧 疫情区的时候 后面就是餐 这边是料台 他那样的打扑你 你们不知之以下吗 他现在口水喷的全都是 一刺 我们现在是在疫情时候 我只是提醒你 打扑你要捂着嘴 这是基本的常识 谢花谢花 你不吃黑头 你吃吃不乱吃啥 开散去两个人 走 你以为我让 就是店家也上来劝阻 然后也没有用 然后他就开始对我们和店家进行公安 你干啥呢 干啥呀 动手呀 后来警察来的时候 他两个朋友还在 但是当事人已经逃跑 大体的情况就是 这位男士打扰这个 判施事件 报案之后 这个男士就跑了 我们的夫的人就跟他说了一会儿 我们问他要不要备案 他说不用备 然后我们说 我们要求他备案 我们就走了 这名男子的行为让很多网友也很气愤 说这人的素质令人很堪忧 是啊 说就是在自己家也应该注意 确实我们要知道 这个唾液传播的风险有多么的大 还有说不知道打喷嚏会传染疾病吗 我估计这个大哥应该是没有这样的常识 不过在这儿给您科普一下 打喷嚏传播的病毒可能远远超过你自己所想象的 所以说打喷嚏 请考虑其他人吧 说在河南郑州前两天 市民张先生发视频了 说一辆公交车撞到外卖小哥之后 肇事逃逸了 而据他说 整个过程中公交车都没有完全的刹车 本身他们是在我后边 撞完之后把外卖小哥带到前面之后 我才看到当时没停下来 连刹车都没有 只要是正常人肯定是有法觉 撞人了或者撞到什么东西 当时我在现场看到的是 伤势不是很大 车子翻了几下 但是人应该是问题不大 对于这位肇事逃逸的公交车司机的做法 网友们也很不解 说都撞成这个样子了 司机能感受不到吗 我估计司机能感受到 不过想一想 已经晚了 说还好是人没事 想想真后怕 是啊 这都不敢往后面多想 还有说了 说这难不成是开车这么走了 是因为刹车失灵了吗 而据郑州市交警说 已经接到报警了 外卖小哥身体没有太大问题 公交车肇事逃逸 已经是立案处理了 我们也希望对这位肇事逃逸的公交车司机 进行一些处罚 让他能够记在心里 前天在黑龙江哈尔滨的一辆私家车 停在路边停车的时候 蹭到了旁边的车辆 随后静止离开了 一名女子目睹了全过程 借纸笔给背蹭车主 留下了纸条作为提醒 您好 我是目击证人 一台黑色微微器车牌号 然后在1月1日晚上 8点42分撞了这台车 把它这个照碎了 这辆车已经照事成立了 它又停到那个车位里 但是它没停好 给那个大众蹭了 它又往后退 又蹭了一下 然后它就跑了 我就去找这个大众的车的电话 但是它没留电话 我就去旁边的店里 写了一张纸条 放到它的打风玻璃上 希望它能看到吧 我要拉着我 让我做这个事情 告诉我多一事不少一事 但是我没有听它的 我还是按照我的想法去做了 办了错误就要承担 不能逃跑 看完之后 评论区都在为这个女孩点赞 说好有正义感的女孩 说这样的女孩最美了 手动点赞 确实三观如此 正的女孩在这个冬日 这一张纸条 就是来自陌生人 最大的温暖了 所以说我们支持你 然后我说 停车也是一个技术活了 还真的得多练一练 可别像下面 广西乌州这位司机师傅一样 侧位停车 全靠手来拽 于是有网友调侃到 说这就是传说中的手动停车 确实光靠手了 还有说了 技术不行 力气够大 估计这个技术活一般人做不了 力气不够大 还有说 对不起 这停车方式我看笑了 确实想问一问 这位司机师傅 在哪学的开车 去找他们 没想明白 应该免费重新学 下面这条视频 可能是给家中有孕妇的老公提个醒了 说武汉28岁的廖女士 怀孕之后家人换着花样做营养餐 丈夫也陪着一起吃 出了月子去做检查 夫妻俩都患上了胆结石 她也每次准备那个排骨汤 还有无鸡汤鸡鱼汤这些 给我吃 然后我又吃不了 就都给我老公吃了 觉得有点脏不舒服 以为是那个消耗不了 然后到出了月子之后 就越来越不舒服 然后就去检查 她说的胆结石 吃了大量的一个食堂餐 或者当成高的比较食物以后 引起那个胆胆盐 或者是胆胆石头 在里面转动 引起那个胆脚痛苦 有的经常吃肉 一个膳胆不定食 有的长期的早上 也不顾早 有时候就诱发 一个胆胆结石的罚作 我们来看一看评论区怎么说 说这有福同享 有食同当 哎呀有痛苦 咱得一块承担 说家人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不科学 是啊 这就告诉我们了 真正的营养餐 咱们得科学有效 不能过犹不及 确实看出来了 这两口子感情非常的好 但是这甜蜜的负担 幸福的疼痛 咱们以后还是能避免 就尽量避免吧 好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长白山作为国家五危级景区 吉林省的旅游胜地 在元旦期间 游客量依然暴风 壮美的天池经营的 粉雪 清新的空气 都让五湖四海的游客们觉得 不需此行 记者从长白山北景区了解到 长白山高铁开通后 景区游客接待量呈直线增长 据相关部门统计 长白山高铁12月24号开通后 游客人数比高铁开通前翻一翻 全域旅游接待12226人 长白山北景区接待游客量 增幅70.41% 因为长白山这一站可能是今年刚刚开通 然后我们也真的是感觉到很便利 也感觉到了高铁的速度 感觉到了中国速度 非常棒啊 我们就感觉拿一个先进一样 对 也会跟广东来的朋友 叫他们多领过来 这雪好干净啊 很好玩 因为我们是广东的嘛 基本上就一年到头看不到一个雪 然后就很爽 据了解长白山管委会借助冬奥会契机 推动冰雪运动和其他产业融合发展 定制特色旅游产品 为游客设计个性化的出行路线 丰富游客的旅游行程 随着高铁开通 长白山与北京 长春 沈阳 大连 哈尔滨等高铁沿线城市对接 大大缩短往返时间 这都将促进长白山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 吸引更多游客来长白山旅游观光 说到了冰雪 长春汽车冰雪嘉年华 在元旦到来之际是盛大起目了 看员当天就吸引了不少游客 前来打卡 长春汽车冰雪嘉年华 坐落于长春国际汽车公园内 园区内包含汽车冰雪镇 宦光游园会 国潮演艺街 童话雪世界四大游乐分区 共计50余个精彩项目 我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 就是用天然的冰块建成的冰屋 那如果说在这里边吃火锅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 大家别着急 在我们汽开区的这个冰雪嘉年华的园区当中 大家就可以感受这样的一个氛围 你有没有动心呢 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实实在在的冰屋 以前只是在电视上看到过 现在还没有感觉很冷 而且冰屋它本身也有一个挡风的作用嘛 它肯定是要比外面还会暖和一些的 我觉得 长春汽车冰雪嘉年华项目 以汽车文化为内核 以吉林省天赋的冰雪旅游资源为载体 在彰显长春国际汽车城特色鲜明 地域深厚的汽车文化的同时 让每位游客都能感受到吉林冰雪的独特意趣 我们这个项目是没有门票的 是免门票项目 经时间是从2021年的12月30号 一直到2022年的2月16号 夜间的雨营项目 幻光项目是从下午的4点到晚上9点 同时在节假日期间 我们还叠加了许多的演艺 包括烟花秀 还有杂技等等 也欢迎我们的广大游客 在这个世界历临我们项目进行游玩 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大幕将起 现在掀起了一波冰雪运动热潮 而在这其中 所期冬奥会冠军李坚柔 也起到了榜样的作用 他成立的吉林市坚柔俱乐部 吸引了大量学员 而这些青少年 也正在吉林市冰上中心训练馆训练 为吉林冰雪发展 培养后辈人才 在吉林市冰上运动中心训练馆 一群少年正在冰上飞驰 14岁的义举昌 练短刀塑滑 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 从湖北来到吉林 只是因为热爱 热爱吧 很喜欢这个运动 平时我们早上6点多起来 然后吃完饭就开始训练 训练到11点多一点 然后中午午休 午休完之后 我们下午就继续训陆地 平时感觉还挺累的 但是每天都有舒服 就是自己能提升 还是感到蛮开心的 我希望我能站到奥运舞台上 能够为国争光 同样在这个训练队里的 吉林女孩李天悦 练滑冰三年 就已经达到国家一级运动员标准 带领这群滑冰少年奋力竹梦的 正是吉林市培养的 本土奥运冠军李坚柔 因为对于冰上的热爱 而且更希望能够 带到更多的吉林市青少年 然后参与到冰雪项目当中 然后去完成他们自己的一个梦想 一个目标 实现他们自己的一个价值 在最近的媒体开放日中 中国雪橇队 国家集训队领队表示 中国队目前已经实现了 在北京冬奥会 全项目参赞的目标 将在1月12号回国 进行最后的冲刺备战 期待在家门口创造佳绩 目前中国雪橇队已经参加了 五战世界杯 不断实现零的突破 根据实时积分 已经获得男女单人和双人项目的 奥运席位 也获得了团体接力的参赛资格 完成了全项目参赛的目标 在此前的比赛中 雪橇运动员范夺耀成为了 我国第一位参加雪橇世界杯 正赛的男子运动员 并且最终收获了第32名的成绩 他回忆了第一次参加世界杯时的 紧张心情 这几战世界杯的比赛 让国家雪橇队不断得到了锻炼和成长 过程中遭遇的伤痛 反而使队员们越挫越勇 接下来还有两战世界杯比赛 中国雪橇队会继续争取获得更多的奥运参赛席位 随后回国进入全面集训冲刺阶段 在奥运会之前还有20天左右的时间 对我们这个队伍来讲非常重要 发现自己的问题 包括短板对延庆的栽道 要更加的这个滑行 要更加的熟悉 对自己的身体姿态 我就要更好的纠正 第二个就是把自己的身体 和心理和精神状态要敲准到最佳 来自北京 岳江场面学院 吹龙江哈尔滨的吉利 为了一个共同的梦想 我们在长春相遇 军村希望 激励 幸福温暖 军道 坚持磨砺 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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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战 热爱 因热爱 万龙北 金融省广播电视 主持人大赛 总决赛 互奉 逆举举 即将 呈现 我们在这里 也在这里 让你看到 听到 也让你感到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 是 是 好 和受台风八倍影响的 长春市的浩越大陆 现在是周五的11点30分 旁边地铁7号线 岳江路时间于1908年 第一 是更快速度 更多角度 更多渠道 更多接触 更多了解 第一报道 在你身边 新鲜相伴 欢迎回来 万龙北 吉林省广播电视 主持人大赛 历经半年的时间 即将迎来收官之战 经过激烈的争夺 全国24强选手 已经产生了 他们正蓄势待发 将要争夺 最后的金奖席位 总决赛 即将拉开战幕 赛制再度升级 比赛也会更加的激烈 我们期待精彩的呈现 再来预告一下 正在我们公共新闻频道 热播的年代抗战大戏 战火中的兄弟 今晚将播出 第20至23集 在今晚剧情中 日军打算开辟一条新道路 用来运送物资 狮子岭被选为最佳路线 而狮子岭上一伙土匪 成为了日军拉拢的目标 狮子岭上的土匪 会投靠日军吗 更多精彩剧情 让我们共同关注 今晚的经典战放剧场 战火中的兄弟 截至到现在的时间 云南假期的余额 基本是归零了 明天将迎来新年的 第一个工作日 大家也要调整好 自己的心情 也给2022年做好规划 不管过去的一年 收获是多还是少 请把遗憾留在2021 带着希望走入2022 好 以上就是 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